这个星期由主播刘韩竹所制作采访的《寻找平民白》 罗外富翁的系列报道 今天他带我们来看这些台湾的青年这个义工 虽然到印度是来奉献的 不过他们自己收获良多 也学到了真正是师比寿更有福 他们的一天是这样过的 一行十二人二十岁出头的年纪 还摸不清楚社会是什么样子 就来印度体验人生 没底条一下是喜欢的 你就扮微蹲嘛 用搞笑口吻 助济印度的苦行生活 大家一句公认 最苦的就是冷水澡 而且还是露天的 贵妃出玉头 北方省的平民区 有时候一餐就是白饭配盐巴 吃泡面还算是大餐 不过再怎么小心病从口入 难免还是会拉肚子 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就习惯 没拉就不算 那他都跟我们过来 这么大人 对啊 关他们为什么在台湾 舒服的日子不过 要来印度亲自走遍 穷乡僻壤 每一幕都是答案 小朋友 把自己的糖果 你就可以驱使他 去做好多好多事情 台湾小朋友是 你请他 你要求他 你拜托他 他都不屑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就大家过得太好了 就太不 太不惜福了啦 所以我觉得家长真的要让孩子多吃点苦头 真的是好事 原来幸福原来快乐是那么简单的 他不用太复杂 不用拥有太多东西 就可以很快乐跟很幸福 所以这些青年呢 在印度服务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其实最有收获的 不是印度人 是他们自己 真心诚意的付出 哪怕语言隔阂 孩子们都能感受得到 台湾青年这趟印度义工之旅 未完待续 就是真的很开心 可以在印度也找到一个家 然后我有机会一定会再回来的 谢谢